在娘家待了一个月 这终于回来了 我走的时候我干爸家的葡萄才刚刚开始卖 刚刚就给我打电话 小贝你回来了 赶紧来捡葡萄 再不来就没有了 那天我跟罗金去买葡萄 然后你干爸还说 问我们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然就没有葡萄吃了 他刚刚给我打电话说盆子里面顶多还剩个几十斤 让我过去赶紧捡一点 今天这桌子它这么干净是要干嘛 你们又要去摆摊了 没有 只是把它今天搬框就搬回来 然后就把它搬一下 哦 我们是在葡萄去吗 我等着吃行吗 那我带你老婆去了 不过你尝一下这个葡萄也好吃 这哪来的 这是阳光玫瑰吧 我妈妈买的 多少钱一斤啊 这十多块钱嘛 哇 那我贝 他现在十五一斤 之前卖二十的 宫田那里卖的 对 那个桥那里 那里还有种阳光玫瑰的 对 现在那里卖葡萄的就只有一张卖这个的 哦 十五一斤啊 对 好久不见啊 团子 这忙着吃葡萄都 顾不上礼物啊 哈哈哈 娘子 有没有篮子 我拿一个 我去摘葡萄 这个篮子能提吗 你要摘多少 摘这么一框 差不多了 看我干爸家的葡萄还能不能摘这么一框 这里还有半个南瓜 娘子 你把它往上蒸了吧 哦 我家就去 再出去喊你 我家辛苦的 我看第二次的 哇 这道谷长得也好好了 我们去甘肃有一个月吗 几次啊 二十多天了 好像是四号去的 对 奶奶 你妈对的 我昨天晚上回来的 昨天晚上回来的 嗯 你去地里了 嗯 我得卡水 放水了 嗯 我去 去我干爸家剪点葡萄 他说再不剪就没了 哈哈哈 嗯 你居然能听懂了 我完全能听懂 这都五年了 再听不懂 那是啥子了 哈哈哈 你吃一刷 拿了个本 就看 我也吃不了这么多辣椒啊 你这辣椒冲的太好了 看我表扫种的辣椒 你们云南人种菜种花都这么厉害吗 哈哈哈 一味老 哦 对 那种 我卖个好一点 这种还没有 你这摘回去干嘛 做多辣椒 我买了坛子 我摘一点那种彩椒啊 嗯 摘点彩椒去泡辣椒 可以 嗯 你自己做要 好 我要了 我就自己来抓 嗯 我不客气的 哈哈哈 这谁家的橘子都这么大了 好想摘一个呀 摘一个啊呀 一个橘子 其实我们俩就是眼柴 我们自己家里也有 好香 好香你们 哦 我看这点流出来 那个柑橘的清香味 嗯 好好吃啊 生生的 哦 可以 这袋子全部都摘了 干嘛在你那边吗 好呢 我过来 你这辣椒过来 我们再回来 好了 嗯 这好可惜啊 好可惜啊 那这些怎么办 只能喂 喂鱼啊 我干嘛说留着给我来吃的 结果下雨全烂了 我也要不了那么多呀 你都摘下来了 咱也摘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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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有了 这今年最后的葡萄辣 只有你不摘了 买一点 咱也摘了 今天卖的怎么样 干嘛 葡萄 买个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 是算好还是不好 嗯 虽好 还可以啊 好了好了 有了 把那串拿下来 有了有了 有了 早知道我挑个担子过来 那这袋子特难吃的 有了有了 这谁能吃得完那么多 我用了 是要吃得起来 你这橘子也长得好好 干嘛 这是真正的 他们 你走过去 小米吃吗 那里有早熟的橘子 去摘 我们刚在路边上偷了一个 还可以 先翻这 我家里有油 还有两个 先剪一个 好 你先剪一个大的看 吃不吃的 你不要偷人家的 你不要偷人家的 哈哈 刚才一两个 剪了一个 三个粽子 我刚才说 你不要偷人家的 我们自己家里有 哈哈 吃不吃 可以 嗯 酸酸甜甜的 可以 可以呀 你还剪的吧 给我剪两个了 好 这种酸酸的可以 那个是什么树啊 这两个 二个不剪 那个是柚子树吗 叫一个鸡蒸 鸡蒸 你的吧 吃的吃的 可以了 有了有了有了 不要了 不要了 你吃了 吃不完 吃不完 不好了 你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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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够了 好 吃鸡的也有了 我们拿过去跟罗永 他们一起吃 大家拿一朵了 吃 你来剪好了 好 后面那两棵树是吧 干爸 这一两 一两 鸡 好好好 我要吃了 我就来剪了 我明天拿个 买的鸡 吃饭 吃饭 没事干爸 这两天好多吃的 家里面你不用拿了 明天我婆婆也说杀鸡 你不用送鸡过来了 这几天葡萄地理要扫尾了 你就跟我干爸 也辛苦这几天 你不用管我了 你们把葡萄搞完了再说了 好 我走了 好 你回去走 嗯 是不是有个搬运工走过来了 是不是你们家罗健 好像是的 快点 哎呀哎呦 你来的刚刚是时候 你这是心疼你嫂子呢 还是心疼你女朋友 都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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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走回去 哎呀呀 我买了个坛子 酿酒 酿点葡萄酒 等我卸完货 刚好可以喝了 三个月 对吧 好像是这样 是 我们冬天吃点火锅 喝点葡萄酒 即素好吗 你酿酒的 哎呀 刚刚的 去年酿的 就只不过是酸的而已 又有点酸又有点臭 那不就是坏了吗 这走不了两步路现在 好累啊 好累 感觉肚子要掉下来了 你看这么多 他还嫌我拿的太少了 我还要去伯伯家拿花生 给他 跟他订了花生 要煮花生 给你儿子寄过去 我来拿花生伯伯 你有多少 我看 这有多少斤啊 大概十来斤吧 十来斤啊 对 这搞个男士过来也好 我去撑啊伯伯 好 看多少斤啊 那你点自信心多少 多少斤 多少斤 来咯 来咯 二十斤伯伯 加上这个男子二十斤 皮是多少 不管皮了 多少钱一斤 多少斤 你没时间的 那要的 不不不 四块钱一斤 四块钱一斤啊 你打打起 就轻一斤的 不用撑皮了 轻一斤 不用撑了 二十斤 四块钱一斤 八十块钱 我等会送男子过来给你 送男子跟钱过来给你 我直接到锅里煮了 这不不帮我洗得干干净净的 对 这我不用洗了 直接煮 老罗这一框够不够 煮了给你 应该够了吧 这还不够啊 这么多了 现在我用这个锅煮啊 这个应该刚刚好 哇 这油蛮重 这个大的吧 可以 应该刚好一次性就煮完了 来你试一下 能不能放得下 放得下 来了 全倒里面 再放点八角 再见 不用了 够了 不要了 我要煮得入味一点 够了 够了 我要入味一点 你别管 没事 盖上 从娘家走的时候 找我老爸借钱 这回婆家了 找我家公借钱 好 借八十啊 等我还你一百啊 这个利息可以吧 谁家借钱有这么高的利息 都不过一天 二十块钱利息 我今天晚上就守着我这一抹三分地了 八十斤花生 煮完晒干 看能不能有个二十斤 好了 你记错了 咱们是二十斤花生 八十斤 我发现二十斤花生晒干 看有没有五斤 应该会有 那橘子没熟 啥子 你咬一口 看熟了没 咬一口 酸不酸